嗨 大家好 我是阿群 今天我们要做的占卜测试的主题是 去看一下你目前的一个事业状况 事业有存在什么样的卡点 以及要如何去突破 那还是一样 我现在桌面上有放了三张卡牌 从左到右分别是 一 二 三 然后大家还是一样 确保周边环境安静 也让自己的身心平静下来 然后在心里默想问题 目前我的事业卡点 是什么 要如何去突破 默念完问题之后呢 在屏蔽直觉从三张卡牌中选择 你最有感觉的一张出来就可以 然后还是一样 如果说完全没有感觉 没有感应的就不要硬选 就是避免去听取一些 不属于自己的讯息 然后干扰自己 好吗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选牌吧 如果大家没有选好的话 可以暂停视频继续做选择 那如果已经选好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看牌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张卡牌的情况 我觉得选择这一组的朋友们 你们整体的一个能量状态 目前是偏比较低沉的 就是因为整个牌面都比较负面吧 或者说你们想法上会比较悲观这样子 因为我看到很多那种情绪比较不好的 比较痛苦的 比较压抑的等等的这样一些能量吧 那目前你们的事业状况呢 是那一种 可能你们在想法呀 或者说在做一些规法等等方面呢 并不是那么成型 就想法这一块 你们其实是比较凌乱的思维这一块 就是比较脱序吧 那这种状况呢会造成说 那另外一种就是 虽然想法比较凌乱 思维比较不是那么清晰 但是你们又急于达成某种目标 所以说你们就会 还没有在自己把控的那个前提下 想法 就比如说我们要做事情 我们这一步要怎么做 下一步怎么做 其实我们会有一个计划 那个东西 类似那种的 或者说想法 你有达到一定的成熟度 你做事情就觉得说 我就马上立马去出击 就觉得说很有底气 对吧 但是你们可能会呈现一种 想法其实很乱 但是又急着达成那个目标 所以说就乱去做 只是只顾往前冲 然后也不知道说 一步一步要怎么做 你们没有去做一个比较详细的 然后有落地性的一些规划 那这样就会造成一种乱作为的那种感觉 就是可能做很多 但是效率并不好 就是效果并不好那种感觉 所以就呈现两种状态 第一种就是不作为 第二种就是乱作为那种感觉 目前所看到这个事业状况是这样子的 对啊 然后 所以 其实我觉得你们 目前状态也是属于那种 两个极端吧 要不就是说非常有冲劲 就是只顾往前冲 然后想也没有想太多 对吧 你就有行动力 就是有点像是游泳无谋 那也不好吧 对吧 那还有一种就是 本身就没有什么士气 没有什么 那种积极的能量在协助嘛 那就会造成一种比较 也不是说慵懒吧 只是说你好像整体能量比较低沉嘛 你就好像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动力 好不积极 这样子 我是觉得好 嗯 选这一组牌的你们 其实你们主要的卡点 还是说在自身的一个状态吧 因为我觉得你们目前 其实是处在一个比较痛苦的那种感觉中的 好 这个痛苦呢 有很多种原因呢 就是也许说你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影响到你们 比如说感情不顺啊 家庭一些发生一些什么问题啊 好 然后而且本身里面就是属于偏比较敏感的人 或说想法比较悲观的人 然后一发生一些比较对自己不利的 或说不顺心的事情呢 你们就会加把这些痛苦啊 放大好 然后因此有可能会影响到你们事业上的一些发展 好 所以说有可能是生活的各个面向吧 那当然也包括你这个事业本身吧 就对你们造成一些影响 然后你们会觉得很痛苦啦 就觉得很痛苦 然后很难过的感觉 所以说你们的卡点在于什么呢 我觉得反倒是在于说你们的一个个人状态吧 好 因为如果说你们个人状态就是属于那种 因为能量比较低沉的时候 其实你就没有那个爆发力嘛 你就没有那种向上的感觉 对吧 那肯定你在做事业 我也肯定你要有一定的那种乐观性吧 因为我们其实越乐观 然后越积极 我们的道路就越顺嘛 一般都有这种感受嘛 那你们现在就处于一种要不就卡住了 要不就是很往后退的那种感觉 好就是很低沉啊 很僵那样子 所以说我觉得目前就是或者说当务之急吧 调整你们个人的状态 调到一个比较高频的状态 就是往低频的那个转转变一下嘛 好转化一下 想一些好的事情啊 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啊 目前都是比较重要的 好吧 然后去看到生活中好的那一面吧 因为本身处在这个世界上 是没有完完全全的完美 对不对 因为去你去环视一下四周 哪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人 或者说一件非常完美的事 或者说哪一个人一生都是非常非常之平顺 是不可能的 这是不现实的 对吧 所以说都有它两面性嘛 那我们最好是去能去看到它好的那一面 哪怕它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那肯定也是因为为了要帮助我们做点什么 或者说让我们学习点什么东西 好 那它会有发生这些事情来 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人 这个意思吧 所以整体来讲 其实好或不好 它终归是指向好的那一面的 就是终归是为了我们的一个成长吧 对 我们灵魂本质的一个成长 然后呢 这个状态要如何去做突破 我这边是看到说 卡点是说你们的那个状态不对 没错 就比较低沉 那怎么做突破呢 我觉得塔罗卡这边更像在说 你目前倒不急的说往前冲 或者说往前做什么突破 你反而就是先让自己安静下来吧 先疗愈自己会更好一些 对目前你们的这个状态会更好一些 好 反而就是不急着往前冲 或者说不急着马上要去解决什么问题 这样子 因为我一直在说 人的一个状态 或者说内核吧 它就像发动机一样 你本身自己那个发动机都没有弄好的话 你外在再把它修饰的多好都没用 对吧 就像说那个车子一样 就是你发动机都不好使 那你弄得车有多漂亮也没用 因为它没办法往前走 对吧 所以更像是说你先修车吧 好吗 修你的发动机 然后先不急的说就往前走了 反正让你的速度停下来 会目前缓下来会更重要一些 好吗 然后呢 你们目前好在发展这个事业的时候呢 有一个问题吧 就是说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们可能会有一些 可能有很大一部分 有那种优楼寡蛋的那种倾向 就是说做事情会有一些 就想太多吧 因为我总感觉你们是偏比较敏感 然后会 会去想考虑很多想很多的人 因为这边有出现很多那种 犹豫的能量 或者说很多那种想很多的那种东西出来 所以我就觉得你看很多宝剑嘛 又是宝剑9又是宝剑10的 对吧 整个盘面来讲 又是宝剑3的 所以我就觉得说 不想太多吧 就是你想怎么做 比如说你心中认定要怎么做 然后你不要去后悔就好了 就觉得说 这是我自己选的路 那我们就好好给它做下去 对吧 那这样的话反正能量更顺 对吧 那如果说你一直有一个犹豫的感觉 其实对抗来对抗去的很好啦 好 这样也是比较不利自己 目前这份事业的一个发展吧 对啊 然后你看这边又戳到了一张宝剑9 然后后面又一张宝剑10 所以说这边也在说嘛 就是确实你不要想太多 好 就想太多真的有时候会把自己 就是困惑住嘛 困惑住的感觉跟前面那张权杖恶 那张对抗的能量 或者说一种犹豫的能量是类似的 因为我喜欢用能量去解释 事态的发展 或者说某件事物人物的一个状态 那既然是能量的话 我们肯定是 它是必须要顺畅 才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 对不对 我们好像做事情才会比较顺嘛 好 那如果说有犹豫的对抗的能量在呢 或者说有被束缚住的能量在 其实就有点像是说 把那些该有 那个能量的自然要走的那个意思 就是把它压制住 对不对 好像是犹豫去把它打压的感觉 那这个肯定就会影响我们自身的一个状态 对吧 或者说会影响我们这个事业的发展 甚至会影响我们生活的 其他方面的一些运势问题 自身的一个运势也会受影响嘛 好 因为其实这些都是 本质都是相通的 都是有关联的 好吗 事业啊 我们的人逢喜事精神爽 对 有这个意思 所以说就状态真的是很重要 我觉得 如果说你们目前还是维持的 目前这个比较低沉的能量状态 未来我是 因为毕竟有出来一张保健室嘛 也就是说如果你 你还是维持 现有这个状态去走的话 未来可能真的会让你的一个精神啊 肉体啊 思维啊 等等这一块会可能会达到一个极点 就是你要你会 你可能真的会崩溃到一个极点 那种感觉 就身体啊 精神都会很好 而且会耗到一个极点 这样子会把自己掏空的 好吧 所以我才说 我总是觉得整个盘面下来 就是目前你的一个事业 就是关键还是在于说调整自己的一个状态吧 好吗 内在状态如果说调整好的话呢 就非常具有爆发力了 好吗 我相信不仅仅是在事业这一块 我相信在生活的其他方面都会有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善的 好吧 好 所以 嗯 这一组的关键就是调整自己的 目前的一个状态 好 这是非常之关键的 也是你们的卡点之所在 好吗 那这就是第一张卡牌的一个解读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卡牌的情况 我觉得选择这张卡牌的朋友们 你们目前所从事的这个事业更倾向于那种家家族企业 家庭事业 或者说你的事业是跟你的家里人有所关联的 有有受家里的影响 好 就是跟家庭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些性质的事业吧 更偏向于这种的 也许你们有一部分人是其实本来就是经济基础也还算可以 应该是不差的 只是说目前会有遇到一些困难吧 就财务上的一些困难 然后这些困难呢 又可能暂时也无法得到家里人的一些支持 比如说你想在进行 在事业上跟他们就事业发展规划上面是跟他们有一些分持的 那因此可能得不到他们的一些支持这样子 就是你有你的想法 但是家里人可能有家里人的想法 然后他们不就是暂时说没办法去给你到 给予你这些支持吧 特别是财务上的支持 所以目前的事业应该是有财务上的这种困惑 就是缺乏财务上的一些支持 那有点像是说 也许你是在现有的这个事业上 想要往下一个阶段走 这个过程有所卡住 就是因为缺乏财务支持 那有可能是因为你现有这个事业的基础上 你还想再去拓展其他的 比如说在发展其他的什么项目 做其他的不同性质的事业 从事不同的行业 就是涉入一些新的行业等等的这一块 就是可能财务资金上有遇到一些困难 就是也是得不到支持这种意思吧 那而且我这边总是觉得有一种 比如说家里人 家里人好像有他们的想法对吧 那他们会他们的想法呢 其实无形中 因为你好像跟他们有会有一些分持吗 会有一些意见不合的那种状况发生 然后他们可能无形中就会 特别是如果说你在经济上或是财务上是需要得到他们的一些帮助的话 协助的话 你会有一种被压压压住的感觉 就好像发挥不起来 就是你的能力 你很想你是很有志向的一个人吧 那一类人 然后你很想说把能力就是发挥的很就是很想去做一些发挥嘛 那可是家里人的就是这种不支持 然后可能就会你的能力会受限这样子 所以说这一块你可能也会比较苦恼这样子 然后你们的卡点 我是觉得就是在于说目前的一个资金的问题吧 就是可能资金有点周转不过来 然后以至于说你要往下一个阶段走的时候真的是有所卡住 然后另外也有看到一部分是因为有出现一些选择的问题 可能面临一些选择 比如说在你的这个事业上啊 财务上啊 然后跟你生活的什么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 是需要做一个抉择的 做一个平衡这样子 所以说也会让你有所停滞 有所卡这样子 那就影响你的这个事业的前进发展 那你要怎么去突破它呢 就是怎么让你的这个事业就是可以往前面更好去走呢 因为这边看法还是更像是在说熊掌不可见的那种感觉吧 就是如果说你想要把你的能力发挥的很好的话 你很想说听从自己的心然后去做事情的话 但是你的钱就得不到 就是你的财务就会得不到支持知道吧 但是如果说你放弃你的这种志向 就是说你先把你的这些想法 你自己的想法收起来 对有点像是在说 你可以先把你的失和远方先收一收 先不想那些东西 你更左手于说当前能不能在资金这一块得到解决 那先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先就是收起来 那么也许资金到位的话呢 你就可以顺畅的往下一个阶段走 那到时候再来考虑失和远方会更好一些 有点像这样讲 所以我是觉得现在的话 要说突破吧 更像是要让你就是做一个臣服屈服的一个状态 因为对啊 就是当前的这种实际的问题先给他解决掉 那么等要能力发挥不发挥的话呢 来日方长嘛 对不对 有这种感觉吧 那关于说你目前的这个事业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这边台更像是在跟你讲 讲一个事好 就是有句话叫做骄傲使人落后 是吗 是不是有这样一句话 我一定忘记了 他就跟你讲说 如果你的事业有达到一定的成就 或者说有达到你感觉还可以还满意的那样一个状态呢 就是不要太得意 就是不要太就是放松吧 就比如说我们达到一定的那种阶段 然后我们就可能就想完了 然后就夜夜升歌啊 只醉鸡迷的 就觉得就觉得好像一切就就完美了 就他意思说你不要太去 不要太得意了 也不要太骄傲吧 这种感觉吧 不然的话有时候 因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怎么讲 居安思危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吧 好 就是要有一定的那个危机意识吧 不能太去放放松是可以吗 就是不要太放任吧 应该这么讲 我们要把这个事业做得更好的话呢 我们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这种敏捷度吧 就是危机感吧 然后有竞争对手的话 我们要时刻去排除那种隐患吧 这一类的 那这样的话呢 才可以让你的事业能更加的 就是稳扎稳打的往前往上面提升 这样的有这个意思吧 所以其实我是觉得选这这组牌的朋友们 你们应该本来确实也就是说 经济基础应该也算是可以的 或者说事业其实也是已经有小有发展的那种 已经达到那样的一个成果了吧 就是不至于是那种刚开始就什么都没有的那种 我觉得你们是事业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那种感觉 现在只是在中间的这个位置吧 就是为了说往下一个更好阶段迈进的这样一个过程中 你们挺有那种因为我闻到一种什么很商务的那种气息吧 也就是你们对赚钱呢 或者说这块是比较上心的应该这么讲 就是说对于说自己志向的一些追求啊等等的 是很有自己的那种雄心吧 我觉得挺好的吧 就蛮阳性的 我觉得就这些应该是很多男人的贡献吗 就是可能对事业的发展啊 对于说金钱的追求啊财富的追求这一块 我觉得很多男的嘛 不是都追求这一块多一些吗 所以我觉得抽到这张牌的应该 这一组牌应该很多男性朋友吧 要不就是那种很有男性意识 就是很有阳性能量的那种女性 就是对事业这块比较有事业心的这样的一类一类人吧 你们好 那未来来说的话 我这边看到其实你们未来确实会迈入一个新的一个阶段 就是说财务这一块也是 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基础吧 财务基础 然后能让你们好 就是往下一个阶段更好去走那种感觉 就是还是可以一小步一小步的去积攒 你们的那个财富 然后一点点的发展 就是说你们如果说接下去想要拓展一些 其他的一些事业啊什么的 我就觉得说都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能够让你们去实现这个 这个愿望吧 去执行这个事情这样子 然后这边也有在说就是就是你们在赚钱的同时吧 或者说在追求事业的这一块的同时呢 可能你们要去注意一下人际关系这一块的打理吧 好就是比如说跟跟那个周边人的合作啊 或者说嗯 人际关系包含很多部分 比如说我们跟同事啊跟合作的人啊对吧 合作的对象啊或者说跟家里的人啊 父母关系啊 夫妻关系啊亲子关系啊 如果说你达到一个比较和谐的状态 或者说你能把这些处理的很完好的话呢 其实是很有助于说你的事业的一个发展的好 有点像是在说是可以去提示 就是可以去改善你的这个运气那个意思吧 我这边看到是这样子的好吗 那我觉得整体上来讲选择这一张卡牌 就是第二组的朋友们 整体上来讲目前是会遇到就财务可能说确实有一些困惑吧 但是整体上来讲 我是觉得只要说啦 只要说你们冷气吞声的 然后就是先把资金这块的问题先解决掉 能够有方法去解决的话 解决掉的话 接下去未来还是有向好的这个暗示的好 这个抑郁的 就是不管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还是说财务的累积都有一个好的一个抑郁吧 我觉得这边看到都是这样子好 那这就是第二张卡牌的一个解读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张卡牌的情况 我觉得选择这一张卡牌的朋友们 跟第一组的这个能量有点类似 只是没有像第一组那种黑压压的 然后很低沉的那种难受的感觉吧 这一组的能量是偏比较中性的 好 那我这边是有看到两个主要信息吧 第一个就是对这一组的人来说 从某种角度上来讲 可能要有时候要顺应天命 就是要顺应命运的一个安排 那第二个信息就是说不要太侥幸 好吧 就是两个信息 好 那从目前的这个事业现状来看呢 我是觉得说选择这一组牌的人 你们可能确实目前是处在一个为事业有所烦恼的这样一个阶段 也许你们的事业有遭受一些重创 好 那那你们觉得说很痛苦 不知道要怎么办那种感觉 那也许是因为事业上确实出了一些什么问题 然后你们必须要去想一些方案一些方法来解决 那这个过程也会让你们觉得说很难受吧 也会比较痛苦这个意思 那这个困惑呢 这个痛苦呢 我觉得你看这第三组都夹杂的说第一组跟第二组能量好像都有 这边也是有看到像第二组一样的 可能会有来自于说一些财务上的一些困惑吧 比如说得不到周围人的一些支持 就是可能财务有遇到一些困难 然后得不到支持这样子 那要么就是说可能得不到说贵人的一些支持啊 协助帮助这一类的 那你们事业的一个主要卡点到底是什么呢 我这边是看到说其实跟第一组真的是蛮像的吧 就是也许说你们身上确实是有一定的能力啊 才能啊 技能这一块的 但是呢 总是因着说外界的一些环境因素或者说运势的一些影响 然后导致你们的能力老是发挥不出来 或者说发挥的地方不对 就是说或者说没有用武之地那种感觉吧 就觉得说能力受限的那种压抑感 那种困惑感 好 所以就在这一块的话 就会让你们觉得有就是卡卡的吧 好像老是觉得前进会比较困难那种感觉 好 那这边塔罗白士有在跟你们讲 要怎么去突破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好 就像我开头说的 就是给第三组的人的讯息 其中之一就是可能某种角度上来讲 要去听天不是听天是说要去顺应这个命运的安排吧 就很像是说你遇到的这些卡卡的那种感觉 或者说有些有些东西进展不顺啊 你怀才不遇啊 你一筹莫展啊等等的 都是因为可能命中注定是必须要让你去经历这些东西的 好 所以说呢我们是因为经历这些东西之后 有时候我们就可以生发一些智慧嘛 或者说可以去总结一些经验嘛 好 就是比如说遇到困难 那我们就自然会想起说要怎么去解决困难的一些 想一些方案嘛 或者一些方法嘛 那也许下一次有经验的话 我们就可以运用这些方法去应对同样的状况嘛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些不顺呢 或说很卡的东西呢 不一定是坏事情啦 好 有时候是确实是一些神圣的一些安排吧 就是让我们来经历这样子 好 所以呢 他这边的意思就是说 反而你就不需要说去 真的是去突破什么 就硬跟他杠硬要去把他突破出些什么来 而是说你必须要去顺应他 要让这个过程 那这些卡的过程有经历过去了 那么也许你就能明白说 为什么要发生这些 是因为他确实是一个礼物 会帮助你成长的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突破点呢 倒不是说真的是要让你往前面满冲满去闯的 更像是说要让你保持一个比较平常的心态 然后好的我们就顺势去发展他 然后不好的我们就去顺应他 然后等到他 就是对 说到一个运势就是这样 就像这边的这个命运之人 因为他总是有好的运势的那个时机 就像我们那个月亮一样 有阴晴云缺都是很正常 对吧 那命运或是运势也是一样 就是有高有低都很正常 那我们高的时候就好好去发挥 那低的时候就顺应他 就不要硬跟他杠 反而会产生反作用力 是这个意思 对啊然后这边的话呢 对第三组的人来讲 这边还有个讯息就是说 就是你们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有些人可能会抱有一些比较 侥幸的心理吧 就是我开头说的那个讯息之一吧 就是不要太侥幸 因为有些人你们 我看到有部分人不代表所有人吧 就是你们可能从事的这个事业 是比较偏那种灰色产业的那种 就是不是走那种比较正的那种 那种路吧 就是有些可能是打擦边球的那种 收入那样的一些行业吧 那虽然是那种来的来的那个钱块 或者说有一定的利益诱惑 但是他也有一定的那个风险性的 所以你们要稍微注意一下 或者说你们不一定是从事什么 那种很偏的那种行业 或者说很灰色那种的产业吧 只是说你们的就事业发展这块 你们可能是要想要走捷径吧 就走捷径想要不劳而获 然后来达成你要的那个目标 那些利益啦 所以呢这边是就在跟你们讲说 不要侥幸 其实还是要通过一定的那个自律性 以及说自信的自信度 你就稳扎稳打的吧 一步一脚印的去走 走下来了之后呢 那么也许你的那个成果就是会更 就更牢固一些 然后也会更扎实 一些这样的这个意思吧 然后另外就是说你们要怎么更好去把这份事业做好呢 这边是有在说你们一定要以一种比较理性的这种心态去看待 以及说处理你们事业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吧 就想法上一定要符合有理有据吧 就一定要符合现状符合一些客观事实 然后不要太感性或说太情绪化 因为我这边看到有一小部分的你们是做事情是有一小部分 因为我觉得这个能量是差不多是百分之二三十左右吧 嗯的这样的一群人吧 然后会觉得说可能会比较感情用实或说比较情绪化 比较容易说去怀怀的之前的一些心结 然后就在心里吧 那这样的话其实是不利于说你们的嗯还是一样好 不利于说这个能量的一个顺畅吧 所以你们就是客观一些好吗 就不要太主观或说太感性的去去看待你的这个事业 以及说处理你事业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好我们就嗯实事求是嘛 好抱着一个实事求是心态去去进行就好了 好那不然的话因为我总是觉得说未来如果说你们今天有看这个塔罗 如果说有能有所去调整比如说我们真的说能够从啊 该去顺应一个运势的问题好 或说啊该一步一脚印的糟糟糕实实的这些方面去有所调整的话好 那么也许未来你们就事业就会步入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阶段了 那如果没有的话还是维持现在的这样一个状态的话 有可能会因着你们的一些情绪化的东西好 或者说还无法去释怀的一些心结的问题 然后阻碍就是这个事业的一个发展好就未来一个发展吧 就会让你们的事业显得不是特别稳定知道吧 就像我们情绪化那个一样一会儿阴晴不定的对吧 那阴晴不定的话就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又出太阳嘛 那这个事业也是类似的嘛就觉得说 事业就变得很不稳定吧 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的 最好是说能够一个一个比较客观的心态去处理 那么也许就会平顺一些好 那这就是第三张卡牌